Hello 欢迎大家收看妈妈College 之前我做过Facebook Live 有很多妈妈问我一些坐月的东西 所以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 十大坐月常见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洗澡呢? 答案我个人认为就是 出院后立刻可以洗澡 因为现在科技进步 而且大家都注重个人卫生 所以在不冷的情况下 其实应该是立刻洗澡的 当然冬天生小孩的妈妈要特别注意 因为那时候的季节是比较冷 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要着凉 因为现在时代进步 又有风筒又有暖煎又有暖气 大家有这些协助之下 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会冷 所以我觉得洗澡是出院后可以立刻洗澡 但是洗澡的方法 第二条问题 就是怎么洗澡呢? 虽然说可以洗澡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东西要跟传统的 例如要用姜水去洗澡 所以给大家一些提示 大家记得准备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大桶 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个筆 第三样东西就是一张座椅 因为洗澡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煲热一点水 然后把它倒入桶里 加上姜皮 然后放在浴缸里 等它的温度降低 然后温度适合自己的时候 就可以洗澡 我每次洗澡 每天都有洗澡 就是坐在浴缸里 逐匙逐匙水 塗在自己身上 好像古装片 就是这样洗澡 那我就扎在旁边 因为还没洗头 那我肩膀的方面 就要用一些温和性的 就是没有用刺激性 或者什么美白 磨砂 完全没有温和性的肩膀 那我自己就是这样洗澡 所以记得用熟水 和用姜皮 在桶里就是这样洗的 第三点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洗头 那我就不是立即洗 洗澡一样 我大概隔了 差不多一个多两个星期才洗的 那洗头的方法呢 就和洗澡差不多 亦都是用那桶水 不过那桶水我会栽得更加满 因为要洗这么长的头发 那一样 又是逐匙逐匙不湿了头发 然后就用我平时用的洗头 水护发素这样去洗头 那就是 依然都是用熟水 用姜水去洗头的 那没错 第四条问题就是 如何洗头 那刚才都解答了 就是这个方法 那我呢 洗头和洗澡 用这些熟水的方法 都持续了三个星期 到第三个星期后 我才是正常用花灑去洗头 就没有用姜水 但是洗头我都不是日日洗的 那时候 我想到第四个星期才日日洗 最初可能一星期洗两次 或者三次 那第五条问题 那究竟我刚刚说的姜皮 是怎样准备的呢 那现在就不太像以前护妆片 那就是要自己批的了 那现在我陪月姐姐 就跟我说 街市已经有一些大包的姜皮 是洗好了 曬干了 给妈妈用的了 所以 很方便 大家不用花工夫自己批的了 那我那一包就是姜皮 没有用姜肉的 但是自己当然 你家里有姜煮菜 你也可以自己批起姜皮 慢慢批了它 洗了它 再曬干它 那或者如果你再懒一点 其实现在市面上都有一些 一包包 准备了的姜皮 和其他药材 是给妈妈洗澡的 那大家都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 好 到第六条问题 是不是不可以喝普通水呢 那 其实呢 是一定要喝水 不过 就真的不是喝普通的清水 我整个月都是喝米水的 因为 其实我也相信这个是传统的 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因为 很多中医 和陪月姐姐都跟我说 喝的米水 是会令到我们肚子没有那么多肚风 和没有那么容易水肿 所以我自己都很乖 整个月都只喝那些米水 做的做法呢 也是用 红米、黑米、白米 但是炒了它 之后 放在一壶水里面 烤 那其实就可以喝得了 最好 就放一点 一角仔果皮 就可以帮助我没有那么多肚风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也是小小的 procedure 但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一些 所以大家不妨做这件事 那现在其实我三个月 都是继续喝这些米水的 但出街就喝回正常水 因为头个月呢 其实那一壶水可以放一点 其他药材 是帮助我谷奶的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好 到第七条问题了 可不可以吃水果 答案当然可以 不过就要注重什么类型的水果 我觉得一定要吃水果 因为有很多丰富的维他命和矿物质 但是有些水果是会凉 和濕的就不好吃了 比如西瓜、橙、芒果、菠萝 那些我都没有吃的 但是 譬如提子、车离子、奇異果 和苹果 我就不断都有吃 大家可以吃多些水果 不过就选择吃不同的水果 好 第八条问题 究竟可不可以减肥呢 那我自己觉得 头个月就不要减肥了 不要急于这些东西 因为保身是很重要的 生完BB 你不要急于减肥了 因为我们要补充一些体力 尤其是 臭BB 又要吃东西 又要餵奶 又要生完BB 我们五脏都受过这么大的 大序 所以一定要先不要减肥 保身 到可能第二、三个月 才慢慢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但是也不是说不吃摘食 就是不吃那些零食 高卡路里 肥猪肉 薯片 雪糕 那些 不要吃那些 但是有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都一定要吃的 所以 而且多做运动 如果想减肥的话 我自己大概六星期后 生完六星期 我都开始做Light Exercise 到第二个月 我就甚至乎开始游回水了 那 大家 如果减肥就不要急 但是 如果要Slim 就可能第二、三个月才开始 因为其实 胃母乳 虽然要多些 Energy 但是 不像以前 要吃两个人的份量 吃多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记得 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好了 到第九条问题了 究竟坐月期间 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我觉得 不要拿重东西 不要蹲下 这两个东西是必须的 因为 很多人都说 拿重东西和蹲下 会是子宫下垂的 所以我整个月都没有很粗劳地拿重东西 而且 蹲下 比如有时候 洗澡 帮BB洗澡 那时候 我头三个星期 都交给培月姐姐 帮BB洗澡 我只不过在旁边 学习如何洗澡 到第四个星期 我才开始每天帮BB洗澡 所以大家这些粗重的 最好 可以交给妈妈 家人去帮忙 自己就更多休息 去到第十条问题 究竟 怎样才可以多些奶呢 这条问题其实每个妈妈都不一样 因为都看不一样的体质 那我自己就觉得 喝汤水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发觉 自己有喝汤那天 真的多些奶 没有喝汤那天 就真的好像少些 泵出来也少些 那我自己暂时 三个月来说 都是九成是埋身的 那因为我觉得 比BB咀得越多 那大佬呢 就会刺激到我们 需要多些奶 就会多些奶出来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在医院 一出院 BB合作的话 就立刻被他埋身 拙拙拙拙 但譬如我头星期 BB有时都不懂得拙拙 尤其是他拙我一边 不拙另外一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都要协助 用一些东西协助 就是用泵 泵的奶出来 泵少泵多都不要紧 总之泵到出来 有那个刺激到我们的乳房 其实都会刺激到有奶量 所以第一 喝多点汤水 第二 泵倒就泵 最好当然是让BB咀嚼 在医院的时候 一生出来 就做多些身体接触 让他埋身 刺激我们 需要这些奶 还有大家要注重的 就是不要吃麦 因为麦是会帮助退奶 包括麦精也是 然后不要吃乳甲 这些就是我觉得 帮助多些奶的小提示 还有记得多些休息 还有一个我忘了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就是有什么不可以做呢 就是最好都不要在第一个月期间 看那么多电话 看那么多电视 因为我现在生完小朋友三个月 我以前是没有散光的 现在都有散光了 所以我怀疑是因为我头那个月 看得太多电话和电视 导致的 所以这个最后就是bonus的提示给大家了 那希望这十条问题 我十个答案可以帮到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B哭啦 拜拜 拜拜 拜拜